第一次的COVID-19的这个现象 当然是属于意外中的意外 但是为了台湾人民的健康 我跟CC在6月8号的董事会 我们跟董事讨论 我们在5月29号就看到台湾的确认数字 以几何奇数的往上升 而这个疫苗似乎来不及 我们就在思考台积电 怎么样能够对这件事情做一些事情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一定可以买得到 但是我们就努力去做了 并不是说我想送就送 对我们这个整个社会 还有台湾都做了很大的贡献 那么我们是值得期许跟鼓励 那么刚刚好像没有讲说 我们捐给政府的BNT 那个五十 应该讲说百万 七八亿美金 外界比较关心一点 什么时候会到 我们公司的话 是说社会的贡献做得很好 那么是由我们公司里面的哪一个项目 资金里面做账做出去的 大家外界比较关心一点 我们公司每一年是有一个ESG的这个budget 当然这一次的COVID-19的这个现象 当然是属于意外中的意外 但是为了台湾人民的健康 我跟CC在6月8号的董事会 我们跟董事讨论 实际上我们在5月 5月29号就看到台湾的 确认数字以几何级数的往上升 而这个疫苗似乎来不及 我们就在思考台积电 怎么样能够对这件事情做一些事情 到董事会的时候 我们已经有相当的准备了 那董事会的讨论也非常active 认为我们应该要积极努力 为台湾做这件事情是一件好事情 那在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一定可以买得到 但是我们就努力去做了 当然到后面 也是经过很多很多困难 我们都一一克服 然后得到多方面的支持 所以最后能够达到 找出一条路来 能够在法规上 能够符合 这个能够成功 所以这个是一件 并不是说我想送就送 而是真的是我们的这个 鸿海永龄的团队 还有我们的团队 日以继夜的在找出方法来 那最后可以达到 那我们公司在这个ESG的项目 当然今年就会增加 这也是经过董事会同意的部分 最后人结死最后 response 而且 这种 这种 现在 可能 怎么